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以色列進入戰爭第11天 然後呢我們都平安 謝謝大家對我們的關心 那今天我們又出門了 昨天我出門今天也有出門 那今天出門的時候呢 就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市 好像是假裝恢復正常 當然一點都不正常 因為很多人的朋友或者是家人 現在都在前線要打仗 那我們自己的朋友的兒子 也是在前線打仗 就是真的前線 所以就是以色列人他們 現在雖然是出門了 因為生活還是要過 但是其實心裡都是很掙扎很糾結的 所以當你們看到新聞好像 就是看不出來以色列人 有什麼很大的苦難 其實不能用苦難來比較苦難 因為他們花了很多的代價 是我們不知道的 外人是不知道的 不能夠拿結果說 巴斯坦死了多少人 然後以色列死了多少人 然後來比較 看誰的苦難比較大 不是這樣子的 這樣是很不公平的 然後今天我有聽到一個 一個人有給他的分享 這是一個以色列的 有研究這個 以色列哈馬斯的這個衝突 他說一個東西我覺得很有趣 他說以色列人他們 他們在兩個情緒中間被卡住 一個就是以色列要全世界人 就是歐他指的是歐洲 美國啊亞洲啊 亞洲啊 愛他們 可是 在中東 他要他們的中東的 鄰居 中東國家 怕他們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目前很多人是支持以色列 那很愛他們 很透盡他們 可是當真正的戰爭開始 很有可能 這些人就不會愛以色列了 因為為了打那個哈馬斯 那哈馬斯就是一個戰略 就是用人質來保護他們 或者用自己的巴勒斯坦的那個 在加沙住的人 當成人肉盾牌 對 他們要的是看到死亡 就是 所謂的無辜人死亡 死的人越多越好 那這樣的話 他們就可以 左右 世界 對以色列的想法 觀點 看法 那以色列他們在一個沒有辦法的處境 因為你如果是從空中攻洗 是不可能 把這個哈馬斯這個組織把它除掉 因為他們都會藏在下面 對啊 所以肯定要派他們的士兵進去 那他們也是認識這個東西 那 那 最後一個我是想說的就是 當哈馬斯的最高的領袖不在加上 是在卡特 所以他們是 卡特就是卡達在中文裡面 對 所以你不需要為他們擔心 這也是可以顯示給你們看 他們是他們就是不敢在戰場上顯示自己 而是一直在背後 嗯 剛才我所說的這個同樣的這個這個人呢 其實他比較這一次的戰爭與 這一次的戰爭與 1973年的那個 數字日戰爭 他說數字日戰爭有三個壞的驚喜 一個就是他們情報 1973年就是情報沒有準制的來臨 或者提前來臨 那第二個就是 以色列的空軍當時應該是48小時 已經應該有一些行動 但是也沒有 那第三個是南部的軍隊 其實他們應該有一些策略或者一些準備 可是最後也發現到他們沒有 嗯 可是他有講有一個好的經濟 那就是當這個國家宣佈戰爭 全部的以色列的人民就集中在一起 嗯 就每個人就來來 保家衛國 對 來參加這個預備兵 他們的氣勢也是很高 這次 這一次也是一樣 嗯 就好像又多一次就是又似乎政府就是 沒有情報 對沒有情報又好像給那個人民失望 可是也是很契機的 嗯 有很多 那些 百分之一百五十 對 的預備兵回來報到 嗯 超過一百 對 那他們的士氣特別特別的高 所以如果 以色列戰爭的那個歷史來說 他們最後是贏了這個戰爭 嗯 所以如果歷史重複的話 這一次也會給以色列這個勝利 但是就是要為以色列祷告 因為我今天也是在想 哇 他們快要進入加薩了 他們必須進入加薩 可是他們也應該都知道 不會是每個人都可以回來 總會有人因為要保家衛國的關係 為這個國家犧牲自己的生命 但是沒有辦法 嗯 在這裡的戰爭不是像是打遊戲這樣子 你打打打 然後你覺得 喔 卡關或者要輸了 然後你就 關掉下線 這不是欸 這是以色列他們 真實的生活 他們真實要為了能夠活在這塊土地上 要付上這樣子的代價 我有問我的朋友 這次的戰爭跟1973年的數字日戰爭 有什麼不一樣 他說數字日戰爭是國家的軍隊 跟國家的軍隊互打 這一次是哈馬斯進來攻擊平民 而且是有計劃蓄意的去殺害婦女孩童 所以雖然說他自己是屬於左派的人 其實以色列左右派都是非常愛國的 他們唯一的差別是他們怎麼樣看待巴勒斯坦的難民問題 那他是一個左派的朋友 可是他完全能夠理解為什麼以色列這一次 必須要進入加薩去剷除掉哈馬斯 因為沒有別的方法 那雖然他自己個人是不同意這樣子 進入加薩能夠就是解決到什麼問題 然後他也很擔心 這些軍人會因此喪命 但是這是可能現在政府必須做的 所以我們就是祝福以色列的政府 能夠有從神來的智慧跟謀略 能夠迅速準確 然後把無辜的平民的生命的犧牲 降低到最最最最最低 然後讓以色列能夠很快的得勝 那我們今天早上在耶路撒冷市去走路的影片 我會再剪完這個影片後來剪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就這樣囉 大家掰掰 掰掰 然後就拍到24位 2 4 4 谢谢大家